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讲了汉朝刘邦所写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 云飞扬 威家海内兮 归故乡 安德猛士兮 守四方 这个短诗是什么意思呢 刘邦在一次回家乡的时候 和醉 记性一边敲着柱 就是一种乐器 一边唱出了这首 当时叫歌 其实就是诗 说的是呢 我统一天下 建立霸业 如今意尽还乡 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勇士 为国家镇守四方 所以呢希望小朋友能够把这首很短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大风歌呢 记住啊 以后写文章的时候呢 就叫下笔如有神 那我们今天啊来讲的诗呢 这首诗就比较长了 但是呢 大家一定听过这首古诗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古诗歌 《官居》 那么这首短小的诗篇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啊 它是《诗经》的第一篇 而《诗经》呢 是中国文学中最古老的典籍了啊 基本上呢 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 基本上首先看到的就是官居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官官居酒 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参赐杏菜左右留之 窈窕淑女物昧求之 求之不得物昧思福 并哧愬哧訴 参赐杏嗨左右踩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参赐杏左右冒之 窈窕淑女 忠谷月之 我们来解释一下其中呢 有一些个简单的词 一解释完了 你就发现还真的挺简单的 我们先说观观 观观呢是一种相声词 就像这个比如说 学小狗叫就是汪汪 小猫叫就是喵喵 那么观观呢是这个 鞠鸠这种鸟啊叫的声音 发生观观的声音 鞠鸠呢就是一种 生活在水里的一种水鸟 所以就是观观鞠鸠 意思就是鞠鸠在水里 观观观观的叫着 在河之洲 洲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澳洲啊什么亚洲啊 洲指的是水中的陆地 因为古代的认为 整个天下就是一整块大陆 然后周围都是被水包围着 所以叫洲 窈窕淑女 窈窕的是说身材啊 体态很美好啊 这个不是很臃肿 也不是很就是比较有曲线 很窈窕很美好的样子 那么淑女我们经常说 哎呀你看这个小淑女啊什么的 淑女呢指的是好善良 就是更侧重于描述一个女子的品德 所以窈窈窕淑女呢就是又善良又美丽的女孩 好球就是好的配偶 君子好球啊 参差长短不齐的样子 我们经常说什么 这个水平参差不齐 就是有的长有的短有的高有的矮 长短不齐的样子 杏菜 杏菜呢是一种可以吃的水生类的植物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我们 比如说像这个藕 是不是 长在水里的啊 那么杏菜呢也是同样长在水里的一种食物 是可以吃的 左右流之 就是时而向左 时而向右的去采这个杏菜 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用这个你看很辛苦的 右是左右是右啊 去采这个杏菜 来比喻说君子啊 努力的去追求淑女 也是很辛苦的 要要花很多心思啊 这个付出很多这个努力 那么左右流之 这个流和之前的那个左右求之的求是一样的 都是只能去摘采杏菜 妤媚 妤媚就是醒着和睡着了 媚就是夜不能媚 就是夜里不能睡觉 媚呢是睡着 悟呢就是醒着的意思 指日日夜夜 妤媚思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天黑夜或者醒着睡着都想念啊 思福就是思念的意思 悠哉悠哉 意思呢就是悠悠啊 悠长 连着前一句说呢 就是说这个我对你的思念啊 绵绵不绝 根本就没法断 就是说太想念了 太想念了 想念到什么程度呢 下一句 辗转反侧 辗转反侧 就翻来覆去的烙烧饼 就是睡不着啊 失眠了 琴瑟有之 就是弹琴啊 这不行啊 这吉他 弹琴 然后呢来 曲乐这个女子 跟她表示友好 琴瑟都是乐器 这句话说呢 就是用琴瑟呢 来向这位善良美丽的女子 来表达友好的感情 左右帽之 帽啊就上面一个草子头 下面一个毛 指的是呢挑选摘取 嗯 也是指呢 这个左右呢 在诗里边呢 去摘取这个杏菜啊 钟鼓乐之 就是用敲钟敲鼓 奏乐让这个淑女呢快乐 所以呢 这首诗呢 虽然说挺长的 但是其实意思很好明白啊 就是说在 观观和明的鞠鳩 相伴在河中的小舟 那美丽贤惠的女子 是君子的好配偶 参差不齐的杏菜 从左到右去捞 而那美丽贤惠的女子 醒来睡着都想去追求 追求却没法得到 白天黑夜总是想念她 长长的思念友 叫人翻来覆去 难以睡眠 参差不齐的杏菜 从左到右去踩她 那美丽贤淑的女子 奏起琴瑟来亲近她 参差不齐的杏菜 从左到右去拔她 那美丽贤淑的女子 敲起钟鼓来取悦她 好 今天我们一天一首诗 就先分享到这儿 非常非常棒的官居 希望小朋友 一定要把她背会 我会请你上节目来背 好 感谢收看 不要走看 我们休息一下 后面的内容更精彩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小课堂 我是小璐 今天我们和子菲老师 已经开始学习 在中国文学史上 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的诗经 那么诗经的第一首 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首 朗朗上口的官居 官官居鸠 在何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虽然说这个官居有点长 但是我知道 不少的小朋友 其实最开始在背诵古诗词的时候 就已经从这首官居开始了 因为它朗诵起来 就像在唱歌一样 非常的压韵朗朗上口 那么如果说到这首诗的意思 其实也不难理解 那么通俗的讲 就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 写这个君子 当他得不到淑女的时候 心里边非常的苦恼 晚上还翻来覆去的 睡不着觉 那么当得到了淑女的时候 就会很开心 今天我们在汉字小课堂里 就要学习 在描述这个君子 睡不着觉时候的一个字 辗转反侧里面的转字 这个转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写法 转是左右结构的汉字 转的左边是一个车子旁 右边呢 是一个专心的砖字 那么根据转它的甲骨文的字形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很形象的 就是用手在转沙轮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么后来啊 再经过了经文的演化 在左边又加上了 现在的这个车子旁 那么就有了 让轮子飞旋滚动转动的意思 那么通俗的讲啊 也就是围绕一个中心旋转的 这样的一层意思 转在字形上 现在看起来啊 比较规整 可以小朋友们分别来练习 左边的车子旁 以及右边的专心的专字 如果这两边大家都写会了 那么这个转字 大家应该也不难写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从转的这个字音上来看一看啊 这里面其实也要有很多提醒大家 尤其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转呢 它是一个多音字 它既可以读三声转 又可以读四声转 另外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比较口语的发音啊 其实也是对的 叫做拽也是三声 那么我们有时候啊 说一个人这个平时不好好说话 老是喜欢卖弄 觉得自己有学问 用一些非常生僻的字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会说这个人 转文 那么其实啊 这个转这个发音 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转这个字 它其中的一个发音 那么相比较而言啊 这个转的前两个发音 更常用一些 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别用这两个发音 来给大家组组词 加深一下大家对它们的印象 当转发三声转 这个音的时候 那么更多的 它是用作动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组词旋转 或者说转动 那么平时啊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注意 有的时候啊 会读成旋转 转动 但其实啊 这里面正确的发音 应该是三声 旋转 转动 同时也是动词的啊 还有转身 转身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啊 现在在非常火的这个 唱歌选秀的比赛里面 我们通常都知道 会有四位或者说更多位的导师 那么导师为谁转身 这里边的转身就是这个词 另外还可以组词 转移 转移的意思就是 从一个地点 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点 当然还可以组成 转变 那么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 会经历不同的 转变 另外还可以组成 转败为胜 这里面的意思就是 从本来要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转变到了获得了胜利的状况 叫做转败为胜 都是表示啊 扭转的情况 转变成了另外一个 截然不同的情况 当然也有一些动词啊 它的发音是四声 转 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打转 团团转 或者说转圈子 那么还有一个俗语啊 叫做风水轮流转 那么再有啊 我猜想一下 小朋友不知道 在小的时候啊 喜不喜欢一种 非常简单的游戏 这种游戏就叫做转圈圈 这种游戏没什么规则 其实它的玩法就是 不停地转圈圈 是不是 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 或者爸爸妈妈就会说 提醒你不要转晕了 但在这里面 我们也是学到的 同一个转字 绕一圈叫做一转 是一个量词 那么下一次啊 大家如果玩这个游戏 转圈圈的话 可以来数一数 最多啊 你可以转多少转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汉字小课堂的全部内容 稍后啊 我们来休息一下 来听紫菲老师 给大家分享 中华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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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条玩的 侍 grille 那不要再听紫菇